2023年,世界田莲室内巡回赛金标赛事纽约战,继第115届米尔罗斯田径赛女子400米, 22岁的荷兰长腿女将费木克波尔跑出49秒96,刷新屁壁夺冠,成为17年来首个将该项目跑进50秒大关的女子运动员,该成绩位列历代第4位。 女子400米室内世界纪录是由捷克名将克拉托赫维洛娃在1982年创造的49秒59,该成绩尘封了41年之久,无人打破。 而如今,波尔距离这一记录仅差了0.37秒。 本场比赛,波尔还在200米项目中,以22秒87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,同时打破赛会记录。 一周前的2023年世界天然室内巡回赛,波士顿战,即New Balance大奖赛,波尔在女子室内500米项目中跑出了1分05秒63的成绩,打破了由俄罗斯选手奥列西亚·克拉斯诺莫维茨·福尔舍瓦保持了17年之久的世界最好成绩,1分06秒31。 出生于2000年的波尔,身高1米84,一双逆天大长腿让他在400米篮和400米项目极具优势。 2019年的多哈世锦赛上,19岁的波尔开始展露头角,他在400米闯进半决赛,获得小组第七位。 2020年赛季,他将400米篮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至53秒79。 2020年东京奥运会,波尔又以52秒03,打破女子400米篮世界纪录,夺得首枚奥运铜牌。 随后,波尔又参加了世界田园洲际巡回赛,女子300米篮比赛。 他以36秒86,打破了尘封9年的历史纪录,刷新个人历史新高。 2022年欧洲田径锦标赛,女子400米决赛,波尔标出49秒44多冠。 一举刷新个人最好成绩,打破荷兰国家纪录,成为首位在女子室外400米项目,跑进50秒大关的运动员。 而锦在打破400米国家纪录后的第三天,在女子400米篮决赛中,波尔跑出了52秒67的成绩,夺得冠军。 打破了安秋克保持的52秒94的记录。 很显然,波尔在400米上也是世界级水准,49秒44放在今年式锦赛拿亚军。 这么多年来,波尔一心攻400米篮,创造了52秒03的欧洲记录。 今年式锦赛又拿到了亚军。 波尔用实际表现证明,他不仅是400米高手,而且是决顶高手。 由于400米篮,麦克劳林的领先优势过大,他的世界纪录是50秒68,波尔要实现超越不现实。 能破52秒,到达51秒区间,可能就算波尔职业最高成就了。 但400米,目前还看不到极限的波尔,给人留下不小悬念。 而且当今世界女子400米,唯一能偶尔破49秒的,也只有巴哈玛的米勒一人。 米勒通常也就跑49秒多,400米篮上无法实现的世界冠军梦想。 22岁的波尔会不会在400米上达成呢? 截至目前,22岁的波尔已经斩获了一次奥运会铜牌,两次室外市井赛银牌,两次室内市井赛银牌,三次欧井赛冠军,两次室内欧井赛冠军。 也是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将室内和室外400米跑近50秒,400米篮跑近53秒的女子运动。